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美双方在台海局势课题上一直处在剑拔弩装的对峙状态 而上个星期美国又有新的动作 根据美国海军周日发布的一份声明 美国派出了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这两艘分别名字是安提坦号以及切斯劳维尔号的巡洋舰 经由台湾海峡由北向南行驶 成功穿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 声明当中提到穿越海峡表明了 美国对于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 美国军队能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行动 这是自本月初佩洛西访台导致紧张局势加剧之后 美国首次采取这样的行动 随着美国在台湾课题上动作频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又再一次反抢 美国军舰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 实际上却是在炫耀武力 并且再次敦促美国停止虚化一个中国原则 不要做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继佩洛西访台之后 美国对于台湾课题再有新动作 过去几天美国海军派出两艘的军舰 并在星期日成功穿越台湾海峡 画面中可以看到军舰人员正在商讨军舰的移动路线 游的则是走出站台观察天气 确保航行顺畅 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的举动 马上引来中国抨击 认为这是充满挑衅意味的动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国军舰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炫耀武力 不是对自由开放的承诺 而是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蓄意破坏 中国再次敦促美方 停止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 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共报规定 不要做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就在台海局势紧张升温之际 美国媒体引述消息指出 美国政府计划要要求国会批准 向台湾出售估价11亿美元的武器 当中就包括了60枚反舰艇的导弹 100枚空对空导弹 并且加强台湾空军的F-16战机军事设备 报道指出 这一份提案将交由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批准 而这个跨党派委员会底下的共和党 以及民主党议员都极有可能会批准 这项军火买卖计划 让台湾作为自我防卫的用途 这一份提案将交由参议院后 请看 这一份提案将交由参议院的发行 预计划